王志志,姚宁,巴特尔,都是中国篮盘杰出人物代表,王志志也成为第一位登陆NBA的亚洲球员,在NBA小里也许是每个篮球运动员的梦想。 此后发生的大志布格事件,被开出国家队事件等等,都让大志成为舆论的焦点。 不过,此后在蓝鞋的努力下,大志最终在2006年重返国家队,大志在NBA短短效率了四个赛季,之后便再次返回巴一队。 在巴一队前号效率的时间中,大志共获得了七次CBA总冠军,见证了巴一王朝的兴衰,目睹了广东队,北京队的兴起。 在国家队效率期间,大志,姚名,巴特率领的中国南兰,也是创造了在奥运会的最好成绩,尤其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阵西班牙一战中,大志22分拿下15分遗憾被换下,最终加实在不敌西班牙,这也成为球迷心中永远的记忆。 2006年大志在北京奥体中先举办了退役仪式,退役后的大志一直在巴一队工作,自己也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教练。 最近有扑出大志将接替I的江初任巴一总教练,2000年大志旅相识,六个月的女友宋阳结婚,两人的相识颇具有戏剧性。 在机场扣机时,大志向宋阳接手机打电话而相识,此后,便发展迅速步入婚姻殿堂。 宋阳在与大志结婚前曾有一段婚姻史,并且还有一孩子,大志与宋阳婚姻,也曾遭到家里人的强烈反对。 大志妻子是不仅家庭背景强大,而且也非常说你,结婚后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,宋阳父亲是部队的高官, 而且宋阳也有着自己的生意,年轻时同事房地产家地非常丰厚,与大志的结婚也非常低调,甚至大志的队友都不知道他妻子是干什么,叫什么,在赴美国打球时。 宋阳也与他一同前往,照料他的生活。 2004年两人在美国生下一子,取名王熙林,如今孩子14岁身高,却达到了1米9,拥有美国国籍的儿子也让大志一度遭人冷眼,不过王熙林明确表示,不会走篮球这条道路。 暴习近明确表示,不会走篮球这条道路,尽管这条道路。